台东县政府为了要推动原住民的乐舞传承及培育人才 让原住民朋友的乐舞天赋有更多元的发展机会 特别打造了i-pop原住民流行歌舞剧场 28号下午在波浪屋举办的记者会中首度亮相 在舞台上麦丽的演出 这些表演者都是出自台东的素人 台东县政府为了要推动原住民朋友的传统乐舞培育人才 结合了街舞流行音乐等元素 打造了i-pop原民流行歌舞剧场 28号上午在波浪屋举行记者会首次进行演出 今天这个月是美丽分外红 其实是我们把原住民的传统乐舞跟现代的流行的乐舞结合的一个歌舞剧 这是由我们县政府就是用现预算去补助这个089的舞蹈团 那我们089舞蹈团再跟一个很专业的制作团队来一起合作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是说把原住民的文化的一些内涵 跟脆纯脆的那些音乐跟舞蹈 然后跟现代流行音乐结合 然后希望能够带动我们现在的流行新的一个元素 那我们藉由这样的方式来把除了保存我们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之外呢 也可以让我们在现在目前在乐舞工作上面的这些年轻朋友们 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 也可以有更多的表演的机会 喝着酒唱着歌 在卡拉OK店里生活的大小事无话不谈 反映出了原住民朋友的日常生活 演出的内容和现实生活贴近的感觉 不免感到亲切 这就是爱怕原名歌舞剧的特色 接下来这些歌舞剧团表演的伙伴们将闭关修炼 预定在今年6月23号开始 会在原住民文化创意产业聚落进行演出 让更多人认识到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音乐舞蹈表演 也成为台东逛逛的新亮点 机场旗轮 台东市报导